首先我覺得這部劇是關於四個大學時期的好朋友 在兒立之年後經歷的一系列關於夢想 關於友情 關於愛情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部劇的受眾群體是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關於學生群體 另一方面是新時代的都市青年 首先學生群體是就像我一樣 我會對30歲很好奇 我會幻想那個時候我自己是怎麼樣的 所以我會看這部劇 這句話是昨天的時候我們才聽到的 然後我對這句話感觸很深 叫《為夢想不老 為愛長大》 我覺得這是這個年齡 大家都會有的一種觸動 我很喜歡這句話 這句是挺好的 這個開場我很喜歡 接下來就是關於視頻的具體方案 然後我的想法是 我想剪輯四位男主角 之前各個影視劇裡打鬧 然後逃課被抓 包括並拍前行的一個畫面 增加觀眾對劇情的討論 第二點是我自己最喜歡的一個點 叫做 發起一個關於宿舍合照還原的挑戰 做這個視頻的剪輯思路 就是希望四位主演 可以在現實生活中 一起還原劇中 四位主演肯定有過一些合照 就是因為我們大家 就是過了大學的階段 肯定會對那段時間會有懷念 做這個挑戰 是可以引發群眾的一些討論 並且對這部劇有了更多的關注 這個好 它雖然觀念有共鳴 對 這個特別好 而且這個就是那種 大學生也喜歡看 然後過來人也喜歡看 比如四哥們年輕的時候 該一杯啤酒 然後等到中年了 再到一個同樣的場面 而且同樣的場景 對 然後再該一個 第三個是我覺得 也可以做出來的點 叫做先生們請立正的接力 我的剪輯思路就是四位男主演 在日常工作的狀態下 突然被求立正 大家都有看過那種接力的視頻 就是我 誰誰 立正 然後轉換下一個立正 好笑 很可愛 首先這個點是 我想突出請立正的 這三個字的概念 就大家都在聊請立正這件事情的話 那當然會對這個劇有更多的關注 挺有意思 對 今天的這個方案 是我延伸的一個點 就是說 可以讓社會現實裡面的一些職業的人 去接力這個立正的過程 我覺得這個立正的這個動作 只要打出去 大家都說請立正 那雖然而然 對這部劇的關注就越來越多 而且我覺得是有社會價值在裡面 這個也好 哎呀 第四個就是利用明星效益 擴大這部劇的國民度 讓更多的人去知道這部劇 第五個是我想進行一些揭彩 問一下一些男生 他對兒立之年有什麼想法 他抓點抓得比較好 我覺得 好準 抓點抓 是 感谢观看